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我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这40年 我也是经历了这40年的生活上的变化 包括一点一点的成长 大环境的变化 然后我们整个的人们的生活更加的富裕 社会方方面面都在变化 对对对 出生在哪一年也不同啊 这真的很有讲究性啊 能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节奏 所以说说到这个改革开放40年 我们可能还要把这个时间的坐标轴 推到这个儿时的那个记忆 如果说儿时的记忆在那个时候会给你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印象呢 儿时的记忆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忘的 我觉得小的时候是因为我是计划生育的那个 然后就是我生下来之后就一直是在我的这个外公外婆身边长大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里住的是一层楼是有好几十户 然后一间小房间就是一户人家 然后大家都是在共用一个厨房 就邻里之间就 这个关系也特别紧密 特别特别紧密 然后谁家的孩子都可以去别人家玩 然后都可以去别人家吃饭 然后呢别人家要有什么事 哎医生这边那个比如说他 你来帮我一个什么忙 然后我就去了 就邻里之间好几十户人家都感觉像是一户人家 然后两层楼就这样 不管是说是厨房还是说厕所 那厕所就要更远了 但是我们都是还要走到下边 然后走到这个小巷子的后边 要走出去走出整栋楼 对对对家家户户其实都用一个谈鱼 然后呢也不是谁家里都有电视 因为电视特别的珍贵 那时候称为三大建 哎呀特别特别的珍贵 我就记得我们那一层楼就有一户人家 是一户爷爷奶奶 他们那个没有小孩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小小的小黑白电视 哎呀就每到要看电视的时候 就门口的那个椅子呢 凳子就一直都全部都是这样 就你会觉得那个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生活现在想起来都觉得 哇我们现在过着这样的日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搬着小板凳这个排排坐来看电视的时候 会不会想到多年后的今天 您也会出现在饮品上 那我真的没有想到 但是我小的时候我真是特别的期盼着能够在电视上能够成为歌唱家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看到这个春晚的时候歌唱家唱歌 那个裙子都好漂亮 我当时在想啊这个裙子怎么会这么好看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够在这个晚会上穿着这么漂亮的裙子 那时候会有小小梦想 但是感觉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觉得太遥远了 太遥远了 但是我注意到你学过这个乐器小提琴是吗 那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 当时也是妈妈帮我选择说你要去学小提琴 我妈妈好有远见啊 在那个时候能让你去来进行这个艺术上面 这个天分的一个塑造 所以妈妈在你的整个的成长生活当中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印象呢 因为当时其实我是江西人 然后在江西那边呢 很多的孩子还是挺愿意去接触一些 艺术类的一些特长的培训 然后当时妈妈也是知道说 像少年工啊 然后还有一些培训班啊 都有这种艺术的培训 然后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艺术 她以前喜欢 是从事这个艺术工作的吗 也不是 她业余喜欢唱金剧 喜欢唱 是有这样的爱好和这样的基因因素在里面 是会影响你吗 我妈妈名歌唱得特别好 我妈妈 好怪不得你看到电视就会想当歌唱家 是有这样的影响吗 对我妈妈唱歌特别好 嗓音也特别好 她到现在就是哇 比如说大家一起聚会 我妈唱一首歌大家都哇说阿姨好专业 好专业 对而且就是那个年代都是一直都唱红歌 而且我们江西就是革命老区 我们唱的歌都是我的祖国啊 英雄赞歌啊 就是我从小就会唱 就这个也确实是潜移默化的培养了我的艺术细胞 其实从小就开始跟艺术相关了哈 在学习乐器啊什么这些都是跟艺术相关的 那时候自己小孩子啊学这个乐器的时候 我记得很多都是家长们满心欢喜让孩子去学 当时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学的这个小提琴呢 我当时其实我以为我可以学吉他 因为我觉得学吉他弹又可以弹又可以唱 好像就是很有意思 然后但是我妈妈就觉得吉他应该是男孩子学 所以她就觉得你还是学小提琴 但是其实挺难的 然后每天就是写完作业的时候 就一定要有一个小时是练琴 就是妈妈得坐在那儿 就恨不得就是拿把尺在那儿等着你 你就得一直练 你要不练这个尺 就是感觉就是挺挺严厉的 那是什么上小学的时候 对上小学的时候 你要不练的话 你就等着这会挨揍的 对 然后呢比如说 也会就是妈妈看你 练完之后很辛苦 也会给你煮一碗汤圆呀 就是 奖励 对对对 会奖励一下 爱吃甜品是吗 我特别从小就喜欢吃这些糯米的那种年糕 很高啊 对对对对对的确实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 所以我们注意到你刚才许元豪一开始看到这个电视的时候 就想成为歌唱家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 我是不是可以去跟影视界有一生有一些接触 是不是可以在其中去扮演一些角色呢 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 因为后来我就是到了部队 到了部队其实也是特招的文艺骨干进去的 93年 对93年底其实是94 95 96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其实部队就是军以下文工团也解散了嘛 然后我们就都在这个通讯联就除了当话舞兵之外 那么生于有一些晚会的时候就会大家组织在一起 就成了一个小分队 那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能歌善舞了 非常突出了 其实那个时候是半桶水 就是唱也会唱一点 跳其实匹个岔都有点难度 但是但是那个劲儿在 你知道吗 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就说说你看刘涛他跳舞吧 他虽然跳得不好 但他跳得特别卖力 就我是属于干什么 我干什么都干得特别卖力 让人觉得 认真啊 对就特别认真 那真的是发自心里的这种喜欢才能有这种认真透露出来 就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件事情 我就把这件事情做好 就我也没有在乎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就我我好像 你不会去有那么多顾虑和杂念 对我就是不太有杂念 好像让我干什么我都会嘻嘻嘻好啊 他说你能吗 能不能试试呗 就是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你不会有压力 不会害怕吗 万一这个事我这个出丑了 没做好怎么办 如果别人敢把这件事情交给我 应该我就还可以 他是信任你的你就敢上 对我以为是这样 到底是不是这样也许有的时候不会达到百分之百 但是我觉得交叉应该我还是能做到的 那还是蛮有信心的一个女孩子 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 就是后来就是在部队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唱歌 然后也有舞蹈 然后还学了一点点 山东快板 大的里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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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 所有的这东西都这个特长啊 记忆都是来之 不去拒绝它 你接触到的 你都会认真的去学去融入它吗 可能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会 所以我就不介意学 可能如果有的人 他可能学了很久或者怎么样 他很了解自己 他会觉得 哎呀有我喜欢 或者有我不喜欢 有我抵触 或者就是 我好像就不太会想太多 这是时间很难的 就是始终让自己处于一种放空的状态 这恰恰是说人在不断去进步的最好的一个状态 就我特别好学 这是从小就一直伴随着你的 因为我觉得我是充满好奇心的人 我觉得哎这个挺好的呀 哎那也挺好玩的呀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部队的时候 才就是才会 说让我们天天没事的时候 自己在那打这个快板 没事就练 就这样练 然后还有让我说相声 你想因为我南方人 我这个普通话说的没有那么标准 经常是那个那个前后鼻音有时候不分的 然后别人老笑话我 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啊 就是你让我说我就说呗 就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包括还有演小品 就在部队也演了三年的小品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把我锻炼的 我觉得好像没关系啊 就是将来我虽然没有学过表演 但如果让我演戏 我也很愿意去尝试 好像在部队这三年当中 把这个舞台上的各种角色都体验了一遍 对我在舞台上真是 我就说那个时候一共十一个节目 九个都有我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特别逗 就是因为小分队嘛 一共几个人还是拼拼凑凑的 要给我们整个那么多人去演出 来演共上一台文艺节目 是不容易 然后我先报幕 报完幕比如说独唱 你好忙活 特别逗独唱 独唱完了以后舞蹈 那舞蹈完了以后 然后就是快板 相声 小品 然后又舞蹈 知道吗 就是一台晚会下来 很累很累 但你要想三年我都这样 大家问一个问题吗 我们小分队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人 不是 也不是 因为我们一共差不多八个人左右吧 然后还有几个是新人 还是我们去问他 你有什么特长 你愿不愿意来 对对对 然后 后来又开始就带新兵嘛 然后成了班长嘛 那班长你不可能说你只有管理 你不演出 那你还是要演出的 挺有意思的 那真的就是因为这三年之后 所以我再回到地方的时候 说拍广告 刚开始拍广告是怎么拍啊 我觉得我特别在部队的时候看好多电视的广告 就好漂亮啊 然后就去拍广告 但是第一次拍广告也是觉得 哎呀 就是这么多的这个米波罗板对着一个人的脸 这好奇怪 像搭房子一样 就其实什么都没见过 但是什么都充满好奇 当我还在看的时候导演说 来到你了你来 我当时就想 啊我来 我怎么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来 然后他说一喊开始 就是好像不知道有什么 就是我自己有什么能量 只要人家一喊开始 我就可以了 你就进入状态了 对对 我就很快地进入一个状态 神一样的磨 然后他们说 哎 说你不错 你是哪里来的 啊我说这个 他们叫我来试试 就是我觉得 我不会去害怕试试 就如果什么事情 你不去试 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做 我 我觉得我是一直在尝试 所以其实包括后来 很多的角色呀戏呀 就各种各样类型的角色 找到我说 哎你好像挺逗的 说跨节歌王你也去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角色 哎 就是年龄跨度特别大也行 古装也行 小的也行 老的也行 说你怎么 就挺挺奇怪的 我说这就是我的性格 嗯 所以我们听起来 这个部队里面生活这三年 真的是乐此不疲的 投入在其中 如果说那个时候 还处于这个出出茅庐的 你各方面 你说我自己在 勉励自己 我什么都不会啊 其实可能已经积累了很多啊 那放在后来 就是你说 古装戏呀 各种青春剧呀 什么角色你都是 可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哎 人他身上会有光环的 当他再去试的时候 这个试错成本 就会不断地再增高 这个试错成本 会成为你心里的一个压力 或者是一个坎儿吗 我觉得那个时候 你会去细细地选择 比如说整个的团队 因为在那个时候 可能就不是说 还像出出茅庐一样 我凭着一份勇敢的心就可以了 因为那是大家共同去创作的 那你要怎么样去 把一个集体的东西 共同加分 所以你相信自己的能量的时候 你可能说 我会用我的一部分的能力 但你还在想 我们还有谁 是和我们一样相同 有这个期待值 愿意去 很认真地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人 那还有包括 如果这个剧本值不值得 我们去花那么多的功夫 然后导演 制片人 我们有没有一致向上的一份心 就是踏实地把这件事情 以一个降薪精神去做 就那个时候 可能你会理智的部分 也会思考的比较多一些 其实我们听出了 勇敢 智慧和执着 那你怎么提炼你这个三年当中 在部队生活 给了你性格上面的一些 什么样的塑造呢 我觉得其实 那个时候就是 小姑娘去到部队 一看就是 八个大字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那个时候能理解这个字 它的这个分量和意义吗 那个时候 说实话 第一感觉就是 我不怕死 但是我还是有点怕苦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 就你 就你不知道有多苦 对 这是最关键 不知道 那不知道会面前 会摆在什么样的困难 需要你去挑战 对 那是就是作为一个女孩 就是最初的一个心理状态 就是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其实 到底会有多苦 到底你要面对 什么样的一个 险境或者训练 或者未来 如果作为一个军人 你的这个意志力 你的团结有爱 你的整个的奉献精神 就是你 你已经不是你 有没有在这个情中 是一些事情 超越了你的这个意气 让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生活很规律 但是我们也会去 有很多下连队的事情 包括看红墙险 包括还有就是 去做那个光缆 就挖那个光缆 然后就是 也有一些支援地方的一些工作 我们也会去做 包括到后期也有很多就是 演习 其实我们都会去参与 就是那个时候 你会一点一滴的 身为一个军人 你的那个职责感 使命感 特别的强 就助就了 一点一点在心里就积累了 对对对 就是当你 只要说大家集合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你喊出这个口号的时候 这个字就出来了 对 你喊出了就是这个心里 这个熊啾啾强 但是其实再想一想 你这时候舞台上的角色 和这个部队实战练兵场 这个角色转化 其实也蛮大的 一个是红装 一个是武装 那个时候在心里 两个角色需要去 转化的时候要过度吗 其实还好 因为首先 你是武装 你是武装的基础上 你是在为我们的整个的集体 去做一些文艺上的一个贡献 就是大家的娱乐生活 就像比如说 吃饭之前去拉歌一样 那么我们在看电影之前 在演出之前 我们也是一样的拉歌 就是一台好的晚会 一样是能够除了去 那个活跃大家的这个文艺气氛之外 能够丰富大家的这种业余生活之外 其实它也是在更加的坚定我们的信念 所以我们的作品也是这样 我们的舞蹈跳的也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小品 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我在不对的时候演一个小品 其实我演的是个君嫂 但是哇 所有人跟着流泪 因为对 有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 就是其实我们演的依然是生活里 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情感 所以这个 你在这三年里 你经历的是真的很丰富 你的内心也很丰富 正因为这么丰富 才会更加的坚定 如果没有部队这三年的磨练 你觉得现在的你会跟这个 没有这个 有磨练的这个三年的时候 会有特别大的不同吗 我觉得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内心的坚定 这一定是这三年给我的 我是特别能够认清自我 然后能够特别勇往无前 然后同时我真的是 我把每一个戏都当做 要去完成一项任务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投入的那种心血 和这种 我一定要把它做好的决心 这就是部队给的 所以你在未来你接触什么工作 你都是就啊 说姐姐说你不累吗 我说大家都觉得我每天的工作强度很大嘛 然后但是精力依然很旺盛 我是因为我有使命感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就这个很重要 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军人的执行力 是无法去比拟的 任何角色行业领域当中 都没有办法来比较它这个执行力 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采访中还是你的一个表述当中 你说过满足自己不如去满足别人 是不是也是从部队当中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印记 或者留下来的 我觉得 其实 这应该是我整个的人生的生活中的一种感受 因为其实从我小的时候 就像我说的 几十户人家都在一层 大家庭 对对对 你在就一共就两层 但那两层差不多有上百户人家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是在活着为自己的感觉 就是我都 就是隔壁王奶奶 隔壁那个李阿姨 她好像都是我的亲戚 都是我的身边人 所以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说 我们家是怎么样的 感觉是你可以随时去别人家吃一口饭 那别人家的孩子如果说父母没回来 他也可以来我们家 然后就是你会觉得人与人的这种关系 你不是在为你自己活着 你不用说我要满足自己说 我今天必须吃个什么 你会觉得说谁来了 快来来来 刚好我们家有一个什么 刚发的苹果啊 或者刚那个 谁送了几个鸡蛋 说大家两个孩子一人一个鸡蛋 就觉得我们特别幸福 我觉得幸福是靠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分享得到的 对就不是说我关起门来做我自己 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是 他不会去收获另一种属于真正内心的一种温暖的幸福 对特别好 其实那个年代的那种统子楼 又到后来部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 都是在大家庭大的氛围当中成长 这样的印记给你留下来 看样子是比较深刻的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这样 他们说姐说你性格特别好 我说对我说我喜欢去哪 我都觉得快来来来 就是说很热闹有热情的一个人 就是我在剧组的时候 每一个剧组的人都被我就是喂饱了 我说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到 就是就现在吧 就有一种就是感觉自己 他们说你又像妈妈又像姐姐 喜欢照顾别人 人人好 这是天生的 这样在后天生活当中 一直都在这个氛围当中 对我一直在这种氛围当中 享受着这种快乐 好从这个部队出来以后 我们知道近些年一直这个 狼牙榜啊 明月传啊 欢乐颂 不同跨度不同的角色 但都演绎中让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你的整个演绎的生涯当中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它又是如何来发展的呢 因为首先就是刚开始我 就是当上演员的时候呢 说实话心里是特别不自信的 因为 不会呀 我觉得一直以来都很自信 我告诉你为什么呀 因为你去到任何一个剧组呢 你听到最多的就是 谁谁谁是戏剧学院的 电影学院的 谁是诗歌 谁是诗姐 就是 你就内心就会觉得 就本来你是 信誉伯伯 就这样 就会很 然后人家 很多人都以为我也学过表演 都说 说你没学过表演 不会吧 我说我真的没学过 他说但是你还挺那个啊 就是你还挺自如的什么的 但是其实那么多年 我是一直不太自信的 就是我总觉得 我一定跟别人有差距 我觉得这个差距在哪呢 差距可能不在于说你的理解力 我觉得我理解力特别好 但是呢 有的时候表现力呢 就是学过的人 他真的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可能对于我来讲 我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投入 我要变成这个角色 我才能演出他的情绪 所以我一直的表演方式 就全都是投入角色 就是他们之前说的 真听真看真感受 我觉得我必须是 就整个人已经回不去了 你知道吗 我才能够把这戏演得特别好 但后来他们说 其实你这种方法很累 说这种方法很好 但是不是说只有这一种方法 但是后来我就跟他们辩论 我说如果你要用方法去演戏 用技巧来演 还是用情感来演 对对对 我说我不太想 我说一定是双 都有 你有技巧 你也有情感 相辅相成 但我更愿意情感80% 然后在不停的段落中 懂得加一些技巧 这样的话 因为这样你才能够保持 一遍两遍三遍 不停的再来一次 的确是这样 就真实的情感 它永远是再精湛的技 是代替不了的 但是能让自己这么投入 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我特别没有想过 我要给自己有个什么局限性 就是你们觉得我能演什么 我就去演什么 你告诉 对 那也很厉害 别人出题 你就直接来演了 就这样 就是我认为演员 不需要给自己太多的局限性 就是你就是要把自己放空 就是放成无我的状态 我是谁不重要 我就是你给我的剧本里的他 就行了 那他是个老人 我就去感受老人 如果他是个孩子 我就去感受孩子 哪怕他是个动物 我就去感受动物 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的一个 就是对于一个职业的一个尊重 而且是对自己的一个不断的挑战自我 所以就是可能你不一定什么都能做到最好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去尝试 去就是门是一扇一扇打开的 就演员的门也是这样 然后人的生活的门也是这样 人生每天的成长 不是说因为我年龄越来越大了 而是我将一扇又一扇的门打开了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收获 其实光听下来就觉得你的生活已经丰富的多姿多彩了 特别有层次感 好像每走一步他都有不同的景象来呈现 其实很多人他也特别向往能有这样的一种生活 一种体验 但是呢 他往往在实际操作当中会遇到很多的瓶颈 在这个瓶颈当中他坚持不下去 他觉得我这样选择是不是错的 这种想法你会有吗 这种想法 其实有的时候会来自于什么呢 就来自于一些网络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现在自媒体时代 就是每个人看完你的作品 就会给你一些不同的意见 然后呢 有些意见呢 比较中肯的 有些意见比较极端 有些意见呢 如果你要全部都看了的话 你就会不断地反省 甚至否定自我 甚至都不知道 就乱了有点 对 其实更多的 我觉得更多的内心的声音 可能会来自于外界给你的声音的压力 每个人他都是受外界影响 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 外界声音对他的影响是很大 也很重要的 你如何来辨别这些 哪一些是真正对你自己有意义的 而哪些是可以去忽略的 我觉得其实我大部分的 我看到的 我都会先去沉下来 想他说的话 我觉得其实都没有错 因为角度不同 对 因为角度不同 理解不同 我其实我个人认为 没有必要去先做任何的否定 我就不用否定他人 那更不用否定自我 我觉得其实如果在一个很矛盾的时候 有点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让自己缓一缓 对 缓一缓 做一个思考和判断 但我觉得内心的力量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懂得相信自己的能力 你会有什么特殊的方式来倾听自己内心的这个声音吗 我觉得是可能需要寻找一些方向感 就是每次当自己开始有点点 哎呀 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 我开始怀疑的时候 嗯 就是 其实我 因为我不太认为说 跟别人倾诉之后 哎 他能把我说通 因为他不了解你 对 他可能了解的只是他认为的一方面 所以可能所有的心结要到最后只有自己能打开 解铃还是细铃人 对对对 那肯定是说如果说是一些不太善意的 很片面的 可能和你的初衷是有备的 我觉得那你不需要去太在意 但是如果说是其实看完之后不同的中肯的声音 我觉得你可以去根据这个 去再重新找一找自己 哎 你认为还需不需要能够再调一下更好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 只要我内心有一个方向感 我就觉得还还OK 你是很坚定的人 我其实还真的是蛮坚定的 这是在进部队之前就是这样的性格 还是部队给了你这样的性格 我觉得是部队给了我这样的性格 真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你在部队之前 其实已经还算是一个人生观在形成的一个过程 对过程就还是在学校啊同学啊 就是一般人不会有这么清晰的自我认知的 对因为你在进部队之前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精力 不会有太多的就是对于一个人生观的一个那么执着的一个信念吧 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啊 其实在改革开放的这个大河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成长变化都是改革开放这条河流当中的一份子 一点一滴 那我们推后一步来看一看在整个这40年当中 你所在的这个演艺行业 它又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给你是什么样的印尽呢 其实从很多的作品当中就能看出来 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看可望啊 电衣警察啊 黎巴女人狗啊 包括西游记 就是那个几大名著 一直到现在就是 到现在每次数七档 轮番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 包括其实到我刚开始 我接触这个行业拍的第一部戏 也是这种生活类的这种情景喜剧 外来喜富本地狼 然后再到白蛇传什么一步一步 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作品的这个 会有就在 会有这种时代感 对作品有时代感 同时会在形式上会越来的越多种多样 比如说现在有更多的时装戏 更多的这个女性题材的作品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随着时代的变化 那么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创业时代啊 这种就是 都是一些时代的关键词 一些敏感度都会融入到作品当中 对其实就包括是欢乐颂也好 欢乐颂也是在这个时代 几个女孩子发生了一些故事 那么从包括 对于我们的这个创作来讲 你就之前用的是胶片 那现在呢 对包括拍照 都不会说再去洗照片了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 比如说我们要拍很多的戏 它的电脑制作的这个 要大了很多 技术 对就比如说以前 必须得在实景的拍摄 有一些掉维亚的动作 可能现在就随着时代的发展 那个时候就像您说拍古装戏 掉维亚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方式 现在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这种新进行来进行 特别大的一个对比吗 比如说那个时候 可能说你要拍掉下悬崖的戏 你就真的是 得在那个实景 但是呢 吊着绳子 然后哇给你往下 要有一个跳的这么一个动作 对对对 那现在都是在绿背景下 好想出来 对就是对于你的这个安全系数来讲 也会更高 然后完成度也会更高 我记得有扮演这阿珠的这个角色 深入人心 在那个时候 有真正尝试这个掉维亚 在实景当中去 进行高难度的一些尝试吗 对啊 其实阿珠死的那场戏 也是真的在大理的那个石桥上 然后就真的给你掉下冰水 可能现在会有很多的这个 用特技的部分可以完成 但那个时候基本上 我们全部都是所有的实景 没有说有电脑啊什么去帮你 现在都好多都是可以用电脑来做了 所以在完成那个动作之前 是要进行一些特别的心理建设吗 嗯 倒也还好 其实就是不同的时代吧 它留下你的回忆是不一样的 嗯 你现在想起来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 就是我觉得过去吃过的苦 都是现在的甜 嗯 就是现在可能生活越来越好 你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说 你现在这些事都不算事 是吗 现在真的什么都不算事 现在就是说就像我说的 过去这个那个一定要用粮本 用发粮票 然后去那个给家里计划了去买米 那现在就是随便你随便你吃 随便你喝 对 但是那个时候呢 是留着一个时代的印记的一种情感在里边 可能就是我要再回忆起来 就是啊我小的时候过的是这样的日子 就感觉以前我小时候就说 哎呀你看爷爷奶奶最爱说的是 哎呀我过去那个年代 帮你们回忆一下 对对对 哎我现在突然觉得说 哎四十年后 现在我也会愿意跟我的孩子说 你知道吗 你要珍惜 你一定要珍惜你现在的生活 你知道过去妈妈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你现在都无法理解 就现在真的 我觉得我也会有这种 我小时候听爷爷讲过去故事那种感觉 所以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先苦后甜 这真是有道理的 你经过了苦你才能知道现在的甜它是甜的 真是 而且你会更加的珍惜 因为过去的一点一滴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都是靠我们的双手一直支撑到现在的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白来的 就是我们的就是国家的发展到现在也好 我觉得人民的富裕也好 我觉得都是靠我们这几代人 就共同的去努力创造 拼搏坚守一直到现在不放弃团结在一起 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是很感动人的 所以作为改革开放的这个同龄人 就更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在其中 特别有 真的特别有 你也能理解的 对 我还可以理解 好事件带到这个跟这个同龄人预计 真的是那句话 国是大大的家 家是小小的国 每个人都融入在其中 如果说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话 有哪些小物件会是让你能够最快速想到过去的那个年代 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是小时候挂在墙上的挂历 因为那个挂历 是吧 因为那个挂历呢 就是到过年的时候 爷爷奶奶的单位会分发 对 一卷一卷 就每个家庭就那么几卷 然后呢 这好像也是一个持就迎新的一个标志 对对对对 有挂历了 就是过年了 然后呢 过年挂在墙上 哇 那时候我看到挂历上 好多好多漂亮的 对对对对 特别好看 你在心里面会有小小的触动 以后我也要这个印在挂历上 我没有想过能印在挂历上 但是我会去学它的姿势 对就是挂历 真的是处处在学习 那时候小孩嘛 那时候就觉得好美啊 怎么这么美 然后它是怎么摆的 它带什么样的帽子 穿什么样的衣服 然后等到十几岁的时候 我也想去照相馆 然后就摆着挂历上的那个女孩的样子 我终于明白 面对这个摄像机镜头 瞬间带感是如何来的 真的是慢慢养成的 点点滴滴 而且就是小的时候吧 就是家里也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 能够送礼送给别人 所以就是特别好的亲朋好友 或者就是特别敬重的老师 就会想说给人拜年 就想拿一幅挂历 说新年好 这是一份新年礼物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特别的宝贵 挂历 你的关键词 有没有哪一个词是让你觉得 说到改革开放四十年 说到我伴随着改革开放这个节奏共成长 它马上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哎呀 这个词啊 四十年的时间跨度有点长啊 想说很多个词 什么样的感受让你最为深刻 什么样的感受让我最为深刻 我觉得还是我们的生活变化 变化 对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变化 让我觉得感触最大 就比如说 我小的时候 我听过什么万元户 这个词 特别牛 谁知这个词 对 说这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说谁家是万元户 就觉得这是好像很不得了 很有钱很有钱的家庭 是万元户 因为你想我九四九五九六 就我也虽然年纪不大 但我也算是在工作当中 我在工作岗位我一个月的工资 当时是四十五块钱 那是九四九五九六 四十五块钱 就是可想而知 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听说过万元户 然后一直到现在 其实再回过头来去想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听到的就是 全民奔小康 我觉得一直大家都在做着一件事情 就是全民奔小 对共同的目标 全民奔小康 真的是深入人心 所以说你现在会给自己的孩子来讲这些 一些你当时的回忆忽然被生活中的某一时某一景触及到了 会跟他们讲吗 就比如说有时候比如说拿那个书 就给他们念一些小故事的时候 然后提出问题的时候 然后就会去跟他们探讨 那比如说还有吃饭 因为我们家小孩呢就有一个规定 就自己有个小碗 然后呢他所有的自己加进来的东西就给他吃掉 那如果你要吃不完的你就不要往忙里加 他分了好几个小格子 所以然后吃完了弄好了就自己拿走 就这样 就是而且小的时候 因为我小的时候比如说我记得特别深的是 我吃饭比如说我要是这样就会被打手 因为那个说你没有把碗端起来 要这么吃就不可以只吃这么吃 就是后来 家里的这个规矩是很严格的 小的时候家里规矩还是很多的 现在所以当你看到小孩的时候 你会立马想到小时候你被教育的时候 你会说记住要这样吃 你的碗要这样拿着 不能就是就是要很多的规矩 嗯真的今天特别感谢刘涛的时间 为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故事哈 其实从统治楼到部队生活 一个勇敢坚毅智慧的刘涛的形象 也特别立体的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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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